5月15日,田文一号终于成功降落火星了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用一颗探测器就成功挑战了绕若群中的两个重大任务 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段,群 更重要的是,中国火星探测已经一举超过苏联 也走完了美国数十年的历程,值得所有国人骄傲 用一颗探测器就取得美国数十年的成绩 这中间克服的困难到底有多大呢 我举个数据,大家或许就会知道了 火星探测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至今人类共发射了40多次火星探测器 结果成功率只有43%,不到一半 其中美国22次,苏联以及俄罗斯共计19次 其他号称发达国家的最多两次 在这40多次里面,只有美国成功在火星表面展开巡视 连技术强大的苏联也从未成功过 他们在1962年到1969年间共发射了5个探测器,全部失败 最惨的一次仅发射了1分钟就坠落炸毁 直到1971年苏联发射的火星3号才成功的上火星 成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灯火的探测器 但是也仅限于此,颠峰即跌落 在坚持了14.5秒后便失去了联系,号称苗堂 此后再也没有成功过 其实连美国也经历了数次的失败 一步一个脚印才完成了赵洛旬三个阶段 而中国却一次性完成美国也不曾做到的奇迹 甚至连探测器的部分性能都远超美国 所以火星也被人类称为探测器坟墓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航天人就没想过火星探测的难度有多大吗 他们凭啥这么自信,就敢用一颗探测器挑战美国都没做到的难度 还是说中国有什么法宝可以保证任务的顺利进行吗 诶,你别说还真有啊 中国的输个黑科技不仅多重保证了探测过程 而且很多还是世界首创 今天就带大家来聊聊中国的底气何在 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艳和的科目作者 喜欢本期内容的话 点击下边的加号就可以关注熊猫咯 很多人可能知道天问一号的任务艰巨 但是一路走来,天问一号好像异常的顺利 顺利的发射,顺利的抵达火星 如今还顺利的着陆 可以说,顺利到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我们就以这次着陆过程以及火星灾难沙尘暴为例 火星着陆一直有一个地域七分钟的说法 我在二月份的科普中已经说过了 这边就不展开了,只简单的总结几句 着陆器与火星车的组合体在与轨道器分离后 需要在两万米的路程内将速度由5000米每秒降至0 开过车的都知道速度越快越不好刹车 着寻组合体也是如此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人为提高成功率的 其实是没有的 由于火星距离地球实在太过遥远 所以一般只能依靠着陆器自己去调整 这个过程会用到气动减速,散降减速,动力减速,着陆缓冲等四种减速方式 因为速度太快 这四个环节的降速过程需要极其准确的控制 缓缓相扣,因为差之好理,6亿千里 而极度准确就意味着极高的精密度 而精密度又很容易受到撞击的影响 从而影响探测器工作 俄罗斯的火星三号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做好 所以才会发生着陆后秒躺的悲剧 虽然不能进行过多的人工干预 但也不是说放人不管 中国航天人给出的办法 就是对降落过程中进行全方面的监督以及数据分析 这个检测设备就是中国首创的天文一号黑匣子 火星探测器信标 它会随着着陆器一起进行同步降落 在降落的过程中对着群组合体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数据采集,然后进行数据回传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两个 第一,找出故障的原因 简单讲就是可以通过数据收集 详细的分析找出在降落过程中哪个环节出错 或者哪里发生磕磕碰碰 导致探测器出现故障 然后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修复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采集坠落过程中的数据 为下次坠落做好准备 看到这边,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说了 既然火星车可能会出现问题 难道火星探测器信标就不会出现问题吗? 雪猫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确实不会 黑匣子的灵感源于飞机 通常在空难之后 飞机上的黑匣子都会记录相关的数据 用来分析空难原因 所以一般黑匣子的材质都非常特殊 可以抗火,耐压,耐冲击振动 甚至抗磁干扰等等 天文一号的黑匣子也是如此 它也是有特殊的复合材料制成 但是性能更加强大 主要有三种特性啊 第一,强抗冲击 探测器信标在结构上采取了多层的组合材料 比如加强外层的强度和韧性 能保证应对突然来临的冲击力 也能保持外星的完整性 内部则是类似橡皮那样具有强速性的材料 可以吸收重机产生的冲击力 这套系统被研究团队称为钢柔藕合系统 它可以让鸡蛋从高空掉落都不会破碎 这样的抗冲击性比飞机的黑匣子还要高出相近一半 第二特性是耐寒 火星的平均气温在-55度左右 而且温差极大 最高时有27度 最低时却可以达到零下140多度 所以研究团队都设计了两种模式进行保暖 一种是从材质上下功夫 保证内部的环境处于稳定状态 还有一种就是主动调节功能 增强抗干扰能力 与黑匣子不同 由于人类是没有办法主动去火星寻找性标的 所以就需要在极端条件下将关键的数据进行回传 这样就必须让黑匣子具备抗干扰能力 有了这个黑匣子 中国也就更有底气去面对复杂的降落过程 但是别以为降落在火星上后探测器就安全了 后面的火星车巡视还需要面对一个致命的对手 火星沙尘暴 沙尘暴在地球上形成的原因是 强风会推动地面上的尘埃 从而形成沙尘暴 火星上由于大气稀薄 本身空气中就含有大量的微小尘埃 并且火星上巨大的温差 会导致空气流动的速度加快 从而形成强风 目前已知最快的风速可以达到每秒180米 相当于地球上12级大风 在超强的大风带动下 空气中以及火星表面的沙尘 最终会形成巨大的沙尘暴 这些漫天飞舞的尘埃 有时候会持续数月之久 美国于2004年登陆火星的机遇号探测器 就曾数次遭遇沙尘暴 并且在2018年时 遭遇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沙尘暴 机遇号被迫暂停所有仪器 因为空气中的沙尘 会阻挡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板吸收热量 而且落在太阳能板上的尘土 也会影响发电效率 甚至是停止发电 这次的沙尘暴就是如此 机遇号在遭遇沙尘暴后 被迫停滞 最后彻底失去联系 而我们的火星车助容号的背部 也有四块太阳能电池板 所以理论上是极其畏惧沙尘暴的 但与机遇号不同的是 中国研究团队给火星车设计了 可以多角度伸张的功能 当助容号遇到沙尘暴后 确保了助容号火星车 可以安全地渡过沙尘暴 实际上 类似黑匣子和伸展太阳能板站的 黑科技还有很多 比如特制的高空降落伞 还有悬架功能 卸行设计加底盘升降当功能 都是为了保证助容号火星车的安全性 可以说 中国航天一直以来就有的传统 就是不达没有把握的帐 每一项航天试验的背后 是我们的科学家 早已经进行了无数次试验 虽然这些试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为中国的航天试验 有一个阶段失败了那又怎么样 我们火星探测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 以前就科普过 中国火星探测的尝试最早开始于2011年 当时中国受俄罗斯的邀请 紧急设计了萤火一号火星探测器 跟随俄罗斯的火箭一起冲刺火星 结果萤火一号出师不利 俄罗斯的火星计划就像是中了魔咒一样 火箭升空没多久就掉落烧毁 导致萤火一号也莫名躺墙 还顺便被带了一波节奏 后来中国就不再谈火星探测了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事件的真实缘由 其实在中国的规划中 萤火一号只是中国火星探测计划的第一步 在中国原本的规划里 火星探测计划和探月一样 都是分为四步走的常规战略 也就是绕落寻回 在萤火一号搭双风车失败后 中国就搁置了这个计划 选择了相信自己 不再寄希望于任何人 在此后的十数年里 中国火星探测计划虽然一直被外界误解 甚至指责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航天人一直沉默 都憋着一口气在真正做事情 这种坚持的精神确实难得 本猫特别能理解啊 却好像我一直在坚持做视频 各位竟然都忘记了点赞一下 对了 据说点赞长按六秒 还能为群猫和航天人加油呢 好了不疲了 我们回头话题来啊 中国航天人憋着一口气 不是在生闷气 而是在悄悄发育 直到2020年宣布 中国将一次性挑战三个任务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用一句俗话讲就是啊 别人看不起我没关系 我悄悄发育 然后惊念所有人 不得不说 这一波干得漂亮又解气 当然啊 本猫要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一次中国的火星探测任务 其实本身就已经超标了 虽然航天人足够有底气 但是我们普通人 其实更应该宽心看待 即使失败了又能怎么样 我们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 中国航天人乃至中国人 都已经过了已成败论英雄的自卑阶段 所以最后 麻烦大家点个赞加收藏 为熊猫和航天人加油一下呗 我们下期见